然後像是九州我發現 真的是有來有往 因為後來我就發現 他會記得我喜歡什麼 然後喜歡吃什麼 甚至過馬路也會把我當自己的女兒 自己拉我的手過馬路 其實那真的是一種被接納的感覺 就覺得還滿便宜的 所以是好幸福的樣子 謝謝 謝謝小姐 那我們常常也這樣婆婆說 因為我們譬如說要出去錄影 然後婆婆公公來 然後我們就會說 媽媽我們今天冰箱有冰了一條魚 記得弄給小孩子吃 可是公婆今天吃什麼 我們完全不在乎 但我們只會跟他說 要弄給小孩子吃 這條魚是幫他留的 然後這個飯是要給他的 但他們有沒有東西吃 我們都沒想到 然後有時候會 有時候一瞥見 他們就是會有一種 那種落寞的神情 然後感覺上是 是魚他不能碰 就是魚他不能吃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就會想說 剛剛少講了一句 就是說媽媽你就是弄著 你跟小孩一起吃這樣子 你們吃了比較一樣 要算他一份 對 就少了那一份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就看到我婆婆就是 把小孩送到我們家 然後我跟我老公 也都下班回家了 然後他就說 好啦 那他沒事了 他也要回家了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剛好 啪 外面就下起那輕盆大雨 然後我婆婆就說 怎麼一下下那麼大雨 那我們當然是說 那你要不要等一下再走 我婆婆就說 沒關係啦 那你們都在 我就先回去 我們說 那媽媽妳也要怎麼走 他說沒關係 我一個人 我就慢慢坐捷運就好了 他說他坐捷運慢慢走 他說反正他也沒事 然後回去也不敢 所以他就坐捷運 那時候因為他住板橋 他就說 那我就慢慢從這邊 坐捷運回板橋 很方便這樣 我又不敢 我不像你們年輕人很多事情這樣 他就一個落寞的身影 然後就離開我們家 然後我就直接說 媽媽 說雨下太大了 妳坐計程車 然後就給了她一千塊 我說叫計程車 我幫你叫 然後我婆婆就突然 就是欣喜若狂 那種眼泛淚光 然後就幫她 妳總是在想到她 對 突然 就是看到那個背影 就突然 然後就趕快用那個APP 幫她叫車 妳現在講得有點要掉眼淚 沒有要掉眼淚 妳為什麼不直接開車 帶她回家 對啊 結果車開來是長的 衝 衝 因為我們就全家 全家都比起小孩子 都下班 要她負小孩 8點多 也差不多洗澡睡覺 老人家有時候會 然後你知道我婆婆 上計程車前 她回頭跟我講說 浩如今天我好高興 她就講這一句 對 我就想說也太浮誇了吧 我婆婆30年 沒有坐過計程車 沒有拿過她一千塊 沒有 我就想 她就說這也太 然後我心想說你的 就是快樂也太簡單了吧 老人家 對 但是要用心這樣子 其實老人家 他要一個簡單的快樂 同時你也要讀她的心 有一年 那個時候是結婚前兩個月 我就跟老婆跟她媽 我們去幹嘛 厲害的 去逛酒足文化村 那個就是樂園那一種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一定就是走路散步 都去看看 有冰淇淋又吃冰淇淋 有熱狗 大熱狗我就這樣吃這樣子 好啦 可是你就發現 這個媽媽 丈母娘 他若有所思 然後遙望遠方這樣 想要熱狗 不是什麼 是有些想要 你忘記買他的那一根 對啦 沒有想到 沒有 他是永遠 也會問你說 為什麼熱狗裡面沒有狗 這種事情 太陽餅為什麼沒有太陽 不要歪樓 車輪餅為什麼沒有車輪 太強了 然後就遙望遠方 沒有 因為下一句那個 因為是有一句話說 我可以接受車輪餅沒有車輪 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他不能接受 鬆罩裡面沒有胸 不然會啦 這是 不然會 這是我昨天聽到一個笑話 反正就是我們在那個 吃熱狗吃冰淇淋 然後媽媽就若有所思 遙望遠方 我就尋著他的視線 他在看什麼 一看 他在看那個雲霄飛車 想玩 那我們怎麼樣也不會想到說 怎麼可能 我都不敢坐雲霄飛車了 媽媽虛張我六歲 對不對 坐雲霄飛車 但是我算是善於觀察 那個人的心裡面的想法 我說不會吧 大姐 你也要給他啾啾啾 對啦 我就是啾啾啾啾 我老婆臉色大變 她想說不好吧 因為我老婆也不敢坐 她也知道我也不喜歡坐 因為我覺得那個 有時候也是受罪 但是我就覺得說 那個難得他有這個童心 要讓他開心 我包含以前 自己來做節目的時候 一人在那邊坐 我自己都不做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 我搞得自己 不舒服 受罪 後來我說 那個大姐 你真的想 我想 我就牽起他的手 往前狂奔 我帶你去 牙牙留在後面 然後呢 所以你是拉著大姐去做 所以大姐在你面前 還會嬌羞跟可愛 也會 對啊 然後就 你有碰觸你丈母娘的手嗎 自己的丈母娘有什麼關係 你們要稍後再黎清一下關 不會怎樣 因為我們心無邪念 然後上了那個雲霞飛車 我是整個臉色慘白 但是我已經講到余光瞄到 那個丈母娘 還要 我還要 還要 對 然後我是一陣紅一陣白 然後露出久違的 一種彷彿是在年輕少女的 臉上才有的那個 如玫瑰花盛開般的 那個燦爛的笑容 所以他在玩的時候 會不會抓住你 沒有啦 雲霞飛車 我們沒有一定要坐上邊 也可以前後這樣子 對啊 然後一下來以後 好高興 好高興 我是忍不住 我說我上個洗手間 因為你在面前吐不好 當然他會內疚 我是到洗手間裡面吐 我吐 痛但病快樂者這樣 好 那我就知道說 原來 原來怎麼樣你知道嗎 原來我後來回家以後 聽雅拉在講 我也是心裡面感觸蠻多的 媽媽因為有收過雅拉的 爸爸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 所以她媽媽等於是一個人 撫養五個小孩長大 所以她的這個青春歲月 都在帶小孩 所以根本沒有來過遊樂園 小時候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大家古兵都貧窮 所以有辦法說帶著小孩 然後去遊樂園花錢 因為他們家也不是那麼 那麼小康的家庭 她媽媽突然沒有去過 那是她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坐雲霞飛車 如果我當下不陪她坐 亞本來就不敢坐了 那她可能連人生唯一一次 雲霞飛車就都坐不到 第一次是妳陪她 對 她的第一次坐 我第一次 雲霞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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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霞 送禮送到星凱里 就是她要的 還有一點就是剛剛老師講到的 這一點絕對不能忘 就是送禮的巧思跟禁忌 因為你要送到 像老師說送到人家星凱里 也不要讓人家有負擔 這是超級重要的 因為像我弟弟之前有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長得就是很清秀可人 但我覺得我應該贏一點 妳交你弟女朋友 講到妳自己幹嘛 對 妳這樣戴一下自己 這媽她當然 她還是正 我想要走辣媽路 戲子猴配成 戲子猴配成 然後而且她很厲害是 通常就是第一次見面 就會準備禮物 對不對 她有想到 做得比我還周到 這就算了 不只第一次見面 她就算沒有來我們家 她都會叫我弟弟帶禮物 來給我爸媽 而且她知道我爸媽 是不愛吃甜點的人 但是喜歡吃吃各地的 名產跟小吃 可能這次是台中太陽筆 下次是小琉球麻花捲 再下次可能是 菲律賓的芒果乾 然後她就會這樣子 準備的份量小巧又剛好 就讓我爸媽覺得 吃起來其實就是可以感受到 你的心意 但是又沒有負擔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連我這個難產的大姑 都對她歐漏才會打起 對 因為像剛剛雷雷講說 就是送禮要送到星凱里 很多人就是會送那種常常 見一次面就要送一個禮盒那種 對 很久了之後 其實對這個禮物也沒感覺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我就看到我丈母娘 有一次我去她家吃飯 看到她覺得 全身痠痛 然後就在那邊互抓 不是互抓 互抓 抓自己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說 我覺得她好辛苦 然後我也沒有想太多 然後我就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媽媽在用一個東西 這個按摩棒 大家家裡都有 然後就在那邊敲著她自己 我就臨機到我想要說 好